2022年12月6號 台中慈禁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鄭韶斌 有20多年器官移植經驗 病友們專程來祝福 我很感謝鄭鄭主任 他們的團隊 對我的家庭 因為不要管我 我當然已經走了十幾年了 有一小部分的病患 其實他是已經沒有辦法 繼續積極治療得到痊癒 那器官的衰竭就必須經過 這個外科手術的最後一塊拼圖 這就是器官移植 這是一個愛的禮物的傳遞 隔年2月 十個科別共同合作 歷經十個小時手術 台中慈禁醫院 成功完成首例肝臟移植手術 持續朝全器官移植醫院邁進 器官移植它代表的是 一個火車頭的那樣的一個發動 然後後面有好多科部門 大家一起來配合 讓逝去的愛延續著生命啊 2012年12月6號 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 慈濟原建流川慈濟小學 啟用皆碑 方法學校是軟建 硬建改好的 接下來就是軟建必須要全力顧 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從日常生活裡頭 生活教育的重要 品德教育更重要 黃土高原上移民千村功臣 慈濟在蘭瑤村原建流川慈濟小學 2010年起歷經近兩年規劃施工 啟用後朗朗讀書聲伴著風沙也是幸福 而背對青天面向黃土 父母的打拼 孩子知道方向 這是我爸爸把工資發下來 給我 給的我沒有花筒下的 以後我買學習就行了 2019年 志工在一房小學 多了綠藝 也依舊牽掛孩子的求學環境 2006年12月6號 越南流連颱風勘災發放 流連颱風清洗越南 造成南部五省重大災情 磁力志工 搭船 驅車 深入災區勘察 我們燒有水 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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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千江一個省而已 就1萬多元 志工勘察評估 把千江省災情最嚴重的 俄共東線列為主要災災區域 8日在進入 發放800份極難未問金 與房屋全回的評估 1970年12月6号 花莲火灾慰问 花莲市成功街 11月27号 发生大火 波及仁爱街 福建街一带 上人接同慈激委员 本日前往慰问 并致增慰问金 34500元帮助72户家庭 10号补发慰问金 给16户没有户籍的灾户